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香菇烫好了 香菇呢 煮的时间一定要长 开锅五分钟 香菇味能像 咱们再开始洗凉 片成片 大厚片 这样才行 烫一下勺 油不要太多 留三十克油 豆油 大点火炒 也就是说把这个米花肉里面的油分往处排一排 这样做出来 炒入味我才能好 放入葱花生 叶子料放入葱花生 下装 土豆片 然后呢,油呢,是这样,来回去找这么偏着点,往这么偏着,油上这边来,转圈来,让它转圈都能煎着,煮料,然后呢,再用勺,手勺,给它打开,来,看一下,这就叫虎鸡面了。 虾肉,酱油,花椒水,料酒油,这个菜呢,体油大,当你做的时候呢,你可我不要那么大油,小点油,也可以,现在呢,加入盐, 加入青汤,加入鸡粉,鸡精,汤汁略微强一点,来,朋友们往前来,咱们看一下啊,现在您在收馅了, 但呢,现有呢,这个汁呢,也不是很多,你看啊,这个汁馅也有点黏糊糊的感觉啊, 现在都已经盛一趟馅了,这个就是在土豆里边来的,要是这个程度,少收一点馅就行了。 少来一点,辣椒油,香辣油,也可以啊,少来一点,一下味儿,好了,这个菜就做好了。 好了,这个菜做好了,看,看这个质感啊,香菇呢,很多人都吃过啊,只不过呢,潮水吧可能跟我这不太一样,说很好的食材,炒土豆片了,不吃咸了,不是,每天我们都要吃菜啊,吃普通菜,这么搭配,这个菜,非常好啊,非常好。 配上点小咸菜,小咸鱼儿,非常不错。 好了,今天就说这么些,有什么需要呢,在我最新视频的下方留言,谢谢诸位观看。